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你知道其實我們就是 當了媽媽之後 真的是會有操不完的心 我常常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我腦中我就是又想不完的事 會不會冷 會不會餓 然後到底要怎麼安排 他們假日的時間 真的好可怕 什麼時候很擺脫這個緊箍咒 但是有一些操心 我真的覺得是瞎操心 有些媽媽擔心太過頭了 所以今天就來看一看 我們這邊媽媽們 到底是屬於哪一種媽媽呢 我個人覺得我自己是緊張媽媽 怎麼了 因為妳知道嗎 我剛開始推推車 帶她出門的時候 我都會這樣子 我的表情都會這樣子 什麼意思 那如果有人 緊張什麼 我不是 有人走過來的時候 就說不好意思 小姐 然後我就會這樣 怎麼了 太誇張了 真的 我跟妳說 妳太離譜了吧 我還不是一個喔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她的小孩跟我差大概二十天吧 我們兩個出去 都是呈現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為什麼這樣 我們因為看太多社會新聞 對啊 太厲害了 突然有人過來 可能就把妳小孩抱走 對 抱走 突然有人就是揍妳小孩 對 或可能就會暴力攻擊 譬如說好 我如果今天真的跟妳走到路上 我這樣 這樣可以嗎 我會這樣子說 有 我我這一種 真的假的 就是連靠近都要噴酒精的 可是誰敢去妳家 不想去做客 一開始 幹什麼 楊千霈 妳為什麼可以講別人 對啊 妳自己 妳自己有比較好嗎 我跟你講 看資歷 因為那個阿諾是一年半 所以就是小孩 真的比較小 所以她當然可以緊張 妳都已經當三年半媽媽 妳當什麼問題 媽媽 不是啊 你知道小朋友 因為怎麼要先進去幼幼班 兩歲嘛 所以我一進去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不好意思 老師可不可以跟妳加個Line 然後老師就說 老師很快 妳懂他嗎 這不是都應該要加Line的嗎 不是啊 沒有 妳們都什麼 是群組的 沒有 妳是加群組 不是加個人 對 對 加個人啦 老師為什麼要同意 其實我是想要 我是真的想要加個人 因為我 其實因為我就是問題嗎 我問題超多 其實我不是針對我的孩子 是我的人生 本來就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我很多的迷惘 你知道嗎 每次我們接小孩子 是一個一個要排隊 而且特別是前陣子是疫情 所以他就有放貼紙說 要保持距離這樣 然後就要領孩子 對 然後通常我就會排 第一個之外 我就會開始說 開始 老師我想請問 他今天在學校的狀況怎麼樣 那他吃得還好嗎 那他的那個換藥部 建藥部的情形還可以嗎 都後面的媽媽就這樣 可以 很好 他今天都很好喔 對 然後我們就一直聊 不然聊到那種 後面的媽媽就是 然後老師就 媽 不好意思 不然後面有很多媽媽在等 對 他就不然妳稍等一下 我先讓孩子一個一個先接手 我結束再跟妳慢慢聊好不好 然後我就 這樣 不好意思 那我就只能帶他回家 我下次要跟老師說 老師 我跟妳講 妳千佩是演藝圈的人 妳就跟他這樣 那又自作結束了 對 也是喔 我跟妳講不只這樣 就是我還開始 跟我說的醫生朋友 自從有了孩子之後 都變成更好的朋友 好可怕 妳確定 我去上那個節目 也是每個醫師我說 醫生請問我來 因為有好幾個醫生被我問到 黃聰明醫生 他就不回我來 然後每個都回 他有回我來 他就說 媽媽 他精神好嗎 我說精神好 他說那就再觀察 他永遠都是回我這兩句話 結果他就想說 不要回我 你知道黃醫師業務量多大嗎 對 菜鳥媽媽都很可怕 真的 好可怕 他們聽一下已經放輕鬆的 媽媽在怎麼說 對 這邊這樣 他說什麼 甄莉已經是十八年之歷的媽媽了 十八年 其實我們兩個 也算是資深媽媽了啦 老鳥媽媽 對 老鳥媽媽 那通常其實我這十八年 就是都爛的 現在她有時候會來跟我講說 媽媽 我想去同學家 妳可以帶我去嗎 我說上課嗎 不是上課 妳是去玩吧 對啊 所以自己去啊 同學家要去玩 自己去 就要自己去啊 妳怎麼那麼 又不是去補習 又不是去上課 可是萬一壞人那麼多 對啊 為什麼不接受 兒子 誰抱著走 他把他抱走吧 妳這個恩心是對的啊 你也在眼睛 他還把他抱走 扛不了 扛不了 一七六 一百公斤 好 一百 而且路上快人 沒有那麼多 這樣啊 壞人無所無怪 紅綠燈怎麼辦 沒有 會抱走怎麼辦 小孩會長大 有沒有 不敢相信 可是現在就是 車子那樣是很快的 很快 人又很棒的 媽才能叫出獨立的小孩 沒錯 這是一個我也很認同 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那個嚴格媽媽 緊張媽媽這麼地可怕 就是因為生太少 這三個差不多要開始 就是 就是一個十歲 一個七歲 一個兩歲 都算小的 年齡比較小 然後可能自己知道 每個階段要給不同的 這個教育嘛 對 那個兩歲就要對他有點耐心 他也知道媽媽媽的時候 好 那給他你去喝多多 好不好 喝完多多之後 坐在裡面看車車喔 然後有疊子什麼 還要疊自己階段就對了 對 就是 對 然後中的來說 媽媽幫我簽聯絡布 聯絡布是我應該簽的嗎 筆是我應該要準備的吧 你應該要拿給我吧 對 你應該要拿給我 媽媽妳態度有點落差了 對 跟小的就是 那邊嘟嘟 哪一邊嘟嘟 對 沒關係 好 我們等一下 然後他們就拿過來 然後到十歲這一個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今天早餐是什麼 我說早餐是我應該要替妳 準備了嗎 為什麼沒有前一個晚上 去7月圈自己看一下 要什麼早餐 媽媽就變得很沒有耐心喔 然後我等一下 那個另外小寶寶又過來的時候 說媽媽 慢慢 媽媽泡泡給妳喝 等一下妳要幫妳喝 太好天性 大小寶寶 而且當年生長大的時候 妳也會這樣對他們嗎 沒有 可是我可以理解英文耶 因為真的我們就會想說 那小的真的就這麼小 她還沒辦法自離 那我們當然要給她 多一點照顧跟耐心 對 然後這個 因為妳本來就可以自離 妳應該要差不多可以自離 對 那她就是要有一個規範 所以我就說差不多開始要進行 人格分離 沒錯 妳說來看一下 趁妳的媽媽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到底是瞎操心 還是真擔心呢 來看一下 我的孩子認錯媽媽 是媽媽卸妝了 不是 兩個人 化妝跟美化妝 對 都不認出來 但不是這樣 是因為我保母每天早上 都會來嘛 來上班 然後她通常在保母 還沒上班之前 她都會溺在我身上 然後這樣 就很 媽媽來 媽媽去這樣子 然後她有的時候 保母一開門 她立刻會這樣跳下來這樣子 然後衝過去 有時候她就會想說 她是不是因為正在學講話 她就這樣 媽媽 然後我就會這樣 然後我保母就說 我不是媽媽 然後她才會說 阿姨 阿姨 可是她就會跟她很親密 你知道嗎 然後就比較不會理我 然後我想說 她們感覺好好喔 我覺得是媽媽的地位 感覺有點被動搖了 然後就會想說 她怎麼跟保母那麼好 有時候會覺得 失誤 失誤感的會失誤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她有時候會這樣躺躺 我就躺在她旁邊 然後她可能就起來的時候 她會突然看著我這樣子 阿姨 然後我就說 好可怕喔 不是妳媽 然後她才會這樣子 媽媽 阿姨 然後就好像 就好像被比較愛 然後我就會想說 就是陪睡的姐姐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太少在家嗎 也還好 可是我也花很長時間 在陪她玩 可是可能 把我們的時間 可能再長一點 但是就會覺得 有時候很難過 我覺得會有一個 這個過渡期耶 就是媽媽的心理戰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說保母 真的就是小孩子 如果一跌倒 然後我們不是就會說 寶貝怎麼了 想過去看一下嗎 然後這時候 她就看著保母 然後就轉身 好棒 然後媽媽要抱抱的時候 不要 媽媽 我就哭了 真的 我也有經歷過這個時間 不是跌倒 是有一陣子 她晚上睡覺 一直說她要那個 早上那個拆媽媽 然後我就一直就說 沒有蔡媽媽 後來我已經氣到就是說 然後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對小孩 這麼很殘酷 然後她就這樣 對她來說世界會崩盤喔 對啊 那時候就莫名其妙 會跟保母吃醋 會會會 然後問人家說 她會不會其實以為 就是保母是她媽媽 不會 對 我覺得那個 只是媽媽的玻璃心 對 自己過不去 可是其實小孩 真的再大一點 妳保母沒來了 她也知道妳是她媽媽媽 對 而且她絕對真的知道吧 而且妳應該要擔心的是 如果她不喜歡這個保母 妳要去 理財麻煩 對 理財麻煩 她就黏著妳 但是總歸來講 她其實就是孩子 在成長過程的一個過渡期 其實真的長大了 妳的辛苦懷胎十月 絕對不會白心 沒錯 這一篇她睡覺 她都知道 沒錯 好 那我們要來看 第二個 我們要操心的是什麼 爸媽是孩子的夢魘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記憨呢 奇怪 雙魚座一定要走心 是不是 就我的大女兒 她雙魚座 然後就是 我女兒也是雙魚座 我跟妳講蛋 完蛋了 完蛋了 真的嗎 我看 因為我本人也是雙魚座 所以雙魚座就是太了解雙魚座 然後像我這種雙魚座 就是我可能到了青少年 才開始變傳統 Typical type的雙魚座 但我家女兒是一歲多 她就是那種雙魚座 她會玻璃心 玻璃心 然後反正我跟你講 我倒在 雙魚座真的很難 好 她要跟你加賴 加賴 安慰 我覺得確定妳 妳要跟她聊嗎 感覺越聊妳還更緊張 我覺得她們兩個 很適合互相加賴 因為這樣可以 讓很多無辜的受害者 可以得到自救 我們都在討論她的評論 6點還在講 那我回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 就是 女兒就是這樣 我知道雙魚座很會走心 所以我就盡量 在對她的教育 我不要用這種不耐煩 或是讓她會受傷 因為她真的會當真 所以就是有一次 真的她真的 爐到一個又吐 然後又尿尿 有 就是她整個已經 玩一個失禁的狀態 對 失控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來試試看 鐵的紀律好了 所以那次我就篤定說 我一定要打她 因為我跟妳講 而且因為有一派媽媽都說 小孩一定要給她怕一次 對 不會 就是一定要一次 我就想說這一次 我一定要跨出 所以講完了之後 嚴格媽媽 對 對 就是 對 教官 是 教官 我繼續講就是說 我就想說 那我就要打人囉 然後我就開始拿她爸爸的皮 再出來 不要啦 對 然後我就 因為剛好我的父母也在 就是家裡的長輩都在 然後我還一一的確認 我說我可以打人嗎 然後他們就這樣 好啦 這真的已經 好啦 你打 然後我再問一下 妳也外公外婆都不出來救 我就真的沒跟她開玩笑 我就看到 然後抽一次她就這樣 撞 哭了 她是那種很硬的 然後她也沒說不要打 脾氣很硬耶 很硬 就很像有點窮腰 你知道嗎 很倔竟 我打你 她就 繼續哭 還在哭 因為就一直哭 所以眼淚還是死不熟 對 其實狂哭 然後到時候我真的受不了 真的 因為都已經被我打到紅的 一條一條 我就看到 就因為腿是最多肉的嘛 然後我打完之後 我就開始打手 我就看到哪邊有肉 我就抽 太慘了 妳在那邊 妳在那邊 太慘了 妳在那邊 連交官都出來了 我覺得妳知道 我是真的是一邊抽她 我一邊哭 因為 其實我們眼神 就是對到了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是那種 就是一副那種就是 妳再怎麼打 我還是不會屈服 然後最後她都已經說 媽媽不要打 好痛 可是我還是 我說那妳就是 就不要哭 我就叫妳不要哭 但她還是照樣哭 所以我就真的是 他這樣怎麼收耶 對啊 順時就沒辦法收 那就一定會哭啊 所以就是整個就是 沒有辦法結束了 然後這次她爸爸 就默默地從房間出來 因為真的哭得太吵 好了 沒事啦 不要打了 來 爸爸帶妳去買糖果 然後就把她牽走 對 我都會自己瞬間轉折 然後給自己一點糖 對啊 對啊 我就是下不了胎 後面有影響到嗎 最重要的就是 她之後她就不願意到 主播睡覺了 她就站不跟我們 所以她是心裡就是 她就有陰影了 然後她就說 她都要去對門跟奶奶睡 因為我婆婆是住我們對門 一層兩戶 所以她後來晚上睡覺 一定都是要去跟爺爺奶奶睡 那妳這樣妳也很走心吧 好難過 一開始會難過 後來覺得 好像也還滿舒服的 貓可以回來一起睡覺 對 可是後來就想說要偷偷 把她睡著把她抱回來 但半夜她起來發現說 旁邊是我跟我先生的時候 她就會大哭 她就會 對 她就會崩潰 她要回到對面 一二三 請舉牌 我覺得必須 對 我也覺得有點擔心 為什麼一半一半 因為像我 像因為女兒也是第一胎 所以我女兒的時候 我也是對她很嚴厲 比較嚴格一點 那我女兒那時候 我跟她就是講話 她也是頂嘴 那頂嘴的時候 我有狠狠地揍她一次 我也是拿愛的小手 就揍她一次 然後呢 可是呢 變到弟弟的時候 我就完全沒有揍過弟弟 為什麼 所以 那因為我弟弟就沒有啊 他沒有頂嘴啊 對 我覺得有時候 是孩子的個性 對 他就沒有頂嘴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爸爸跟姊姊 比媽媽還要兇 對 弟弟比媽媽還要兇 所以媽媽就更不需要 那所以我都會 那我女兒她都跟我講說 媽咪 我說三日到 妳有什麼驗望 她說 這個驗望嗎 可是她沒有做錯 我怎麼狠狠地打她一次 所以不行喔 然後她說 那為什麼妳都不打她 我就被妳打過一次 她都記得 有狠狠被打過一次 對 其實她會有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我覺得 要擔心的地方 那可是 那可是後來跟她講說 因為弟弟其實發生事情 或不好的時候 都是我人不在當下 你們在 可是妳已經糾正她了 所以妳才會罵她 那我就不需要 事後再來打她 那這樣對她來說 其實有點二次傷害 對 對 我就有這樣跟她講 而且她機會教育 就是事件發生 當下 當下發生 其實就要當下糾正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小孩子在擄的時候 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 就像剛才千佩的老公一樣 你真的不要擄她 她哭 你就讓她在那裡哭 她哭到尿哭了 但是因為你們站在旁邊看她 所以她才會吐給你看 尿給你看 當你們全部都離開現場 不理她 你看她會不會這樣 她沒有觀眾了 她就不要 她就走 對 她就不會表演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可能也要求助於第三者 比如說像我曾經有過一次 就是她在玩溜滑梯的時候 然後反正前面那個人就不走 她就推了前面那個人一把 但是她真的推 所以是我們家的做 她把人推下去嗎 推下去之後 她媽媽看到 推下去溜滑梯耶 溜滑梯 她就坐著 坐著 坐著都不動啊 她把她推下去 對 推下去 就她可能沒有弄好 她就是變成這樣子掉下來 所以因為溜滑梯有點寬 好危險 不是掉下來 就是說 那就滑下去了 沒有說媽媽看到就會覺得說 妳怎麼可以 然後就很大聲 誰推我小孩 妳的家長在哪裡 那因為那也是一個 就是親子餐廳 然後所以那個也有一點回音 然後我說對不起 那我問我的小孩 她怎麼了 她剛剛就這樣把她推下去耶 真的是有夠沒禮貌 而且怎麼會這麼沒有耐心 這到底是 妳都沒有在教 然後就說叫她跟我小孩道歉 然後我就心想說 這可能真的要道歉才好 那我說不好意思媽媽 那我先給妳道個歉 我帶她 妳又沒事 是她啊 我要她跟我的小孩道歉 不是妳 妳怎麼帶孩子的 被教育到一個 差不多兩三歲那種 或者還在親子餐廳玩丟話題 所以她 那小石頭不願意說抱歉嗎 我真的是來回 帶她到那個 兩三歲還沒有那麼能夠講到 其實就跟她說 妳剛剛推人 她很難過 如果妳被推妳也不開心 所以妳就跟人家說抱歉啊 對 然後就帶她到哺乳教室裡面 好好講 然後她答應我了之後帶出來 她又帶出來之後說 來 跟那個 跟Sky說對不起 然後結果她就 媽媽 超簡單的 妳剛剛不是答應媽媽說 妳知道錯了嗎 她說 可是她就坐在那裡不動啊 然後我就 跟媽媽說出來了 太出力了 我說這個時候 這個就不知道說到什麼時候 然後她就說 弟弟 太出力 曾小姐 不好意思 妳先等我一下 我再就把她帶進去 然後就說 妳剛剛不是答應我了嗎 妳會跟她道歉 妳怎麼沒有道歉 她說 那媽媽在那邊 然後跟她道歉好不好 她說 好 然後結果她說 不然媽媽會被帶走 好 再帶過去 然後說來Sky 不好意思 她跟你道歉 又不講 來回大概三 四次之後 我就看到有個打掃的小姐 從旁邊走過去 然後結果後來她說 媽媽 我需要妳的幫忙 我說怎樣 我說 妳叫阿姨胸 妳叫阿姨胸 她不會再遇到她了 但我會 就是我沒有辦法胸她 因為我如果胸她 有可能她回來就會怨我 而且她可能妳胸她 她更不願意講 對 有些孩子都是很一樣 然後有些時候我是媽媽 就一指而交的概念 我說我拜託妳 一指而交 對 妳幫我就是跟她講 就說如果怎麼樣的話 我想說 然後就是 我說因為她現在沒辦法聽我講 她大概聽懂了 然後她就說好 她就過來說 她就拿一個那個 就這樣 打掃子 我跟妳說 妳如果沒有跟她 跟那個小孩說對不起的話 妳媽媽等一下就會被報警抓走 然後糟糕了 我們這間店也沒有溜滑梯 妳後來就沒有溜滑梯了 所以 而且剛剛攝影機看到妳 真的有推人家耶 我覺得這個非常嚴重 妳要不要就是好好的道歉 妳就說個對不起 三個字而已喔 那等一下妳講完之後 到櫃台跟我領一個糖果 天啊 這打掃阿姨 也太有智慧了吧 好專業 是不是應該去 那些人上班啊 哪一家餐廳啊 這阿姨很值得鼓勵耶 然後就後來 我就覺得真的太感人了 然後就後來她就說好 然後就好了 那她就開始走過去 我就很緊張喔 她就走過去 那時候不好意思... 然後她就說 然後我就說 真的很抱歉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 接受她的抱歉 那小孩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如果有發生什麼事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做一些賠償 或什麼的 真的很抱歉 她說 好啦 好好教妳的小孩啦 然後我就真的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好 結果之後小孩就 阿姨 我來幫忙 妳現在開始做 好 然後 真的 就去領她的獎勵了是不是 可是我覺得英文 真的很有智慧耶 因為當下她的處理方式 其實真的很好 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說 因為真的 我很想罵她了 確實是我的小孩的錯啊 可是其實就那個環境 就沒有辦法 大部分的這種處理 這種時候都會說 就是趕快罵自己的小孩 給人家看 對 對 可是有時候這種東西 真的會傷到自己的小孩 而且有時候愿罵事情 也不見得可以解決 要看孩子的個性 好 這一招學起來囉 菜鳥媽媽們 好 那我們再來看 下一個狀況就是 孩子的全世界都是 細菌和病毒 怎麼這樣 我跟妳講 我真的是用心的媽媽 妳知道現在是疫情期間 那像我女兒就是 每個禮拜三跟五 就會去上才藝課 英文課嘛 那媽媽一定要跟去啊 我要嚴格把關 比如說像她去廁所 都說外面的廁所馬桶很髒耶 我當然要先幫她噴過嘛 擦 還要再鋪馬桶紙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妳小孩只要去才藝班 妳就會先去廁所 把她全部打開 沒有 我會陪她 好好喔 就跟著嘛 因為很多小孩進去 都沒有消毒手 我都會講說先消毒手 量體溫 還以為是另外一個老師啦 沒有 一定要 如果妳錯誤掉一個 妳怎麼知道病源或是什麼 從哪裡來 所以我都會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合情合理 不會到太誇張了 所以妳女兒的廁所 妳都幫忙打掃 在學校 我會 趕快讓她去跟妳小孩 上同一間學校 對啊 妳在我後面 絕對馬桶乾淨 我還免費提供妳馬桶紙 不是 我跟你講 其實我也很在乎廁所 在學校廁所 你知道那時候我們家老大 他要去幼幼班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因為我是抽公幼 我就打到每一個 因為我住萬華 打到每一個萬華區的 就是學校 我說不好意思 想請問一下 你們那個廁所 那個小朋友幼幼班的廁所 它是有隔板的嗎 我是打過先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 然後所有老師都問這個 對 老師都傻眼 他就 第一個所有人的回答是 這樣 我說 是這樣啦 我說 那妳也知道幼幼班兩歲 那有時候男生 妳說還有我想請問一下 他們男女是一起上廁所 還是會分開上 對 對 我就問了很細節 然後就是一間一間的問 大概有問了十幾間吧 因為抽公幼就是妳要 都要了解 所以後來 那當然我就後來 剛好也抽到 之後就是家長會 就跟老師在聊天嘛 老師就說 原來那個 那個打電話過來問廁所隔板的 是媽媽妳喔 我說對啊 因為我就很在乎 我的女兒被人家看啊 他說可是媽媽 就是 就是他們也才兩歲而已 到底要看什麼啊 而且他們看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啊 對啊 兩歲而已 要保護自己的身體 對啊 其實我不想要我的孩子 被別人看 我也不想我的孩子去看別人 可是基本上幼稚園 不是都會有隔板嗎 沒有 有些坐不高 沒有 有些坐得不高 對 有些坐得不高 高也是就是說 臉看上面看得到 下面看不到啊 媽媽 就是我會擔心 我會擔心他的配備 是長什麼樣 有很多幼稚園 真的沒有隔板 我也是去上廁所的時候 然後我說 老師可以借一下廁所嗎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仔細看了一下之後 就發現只有兩間 大人可以關門的廁所 而且是坐的是大人的高度 我就坐 我以為我會坐到 小孩子的馬桶什麼的 那我就坐到 是大人的那小朋友在哪裡上 結果我走出來 因為你坐了才會去看 他們上什麼廁所 沒錯 才發現 他們是露天的耶 就是一個一個小馬桶在那邊 那你都會看到了嗎 那我很想知道 洪醫師你擔心的點 是哪一個部分 當然我覺得病毒跟細菌 現在真的還是無所不在 不過好險疫情的關係 我們現在從學校帶回來的 病毒有比較少一些了 所以大家都也現在比較 會懂得自我保護 那如果你看到 醫生是病毒 所以隱私其實是其次 不是啊 那你如果看到 你的診所 有一個媽媽就自願 站在門口一直幫大家消毒 那你覺得這樣OK嗎 我可能就看看設計一個 扁額或者是 才大 對 設計扁額 這個自己好開心喔 扁額都有了 好啦 我覺得反正多注意 也是好事啊 對 讓大家這個健康上面嘛 衛生上面 還有隱私 對 現在知道這個也要造星喔 我們來看看下一題 表演服太暴露 會被看光光 這到底是表演什麼 而且那是隱本人 會太媽媽吧 身擔心 我這個很多問題對不對 好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這張照片 好可愛 因為我們剛好最近校慶嘛 然後就要表演那個啦啦隊 第一眼看 我覺得超可愛 誰教她把腳要這樣子擺啊 妳啊 我沒有教她 然後誰教她擦腰啊 然後這樣 我就覺得 好可愛啊 可是我可愛只有持續一秒 我就先想說 妳這樣很糟糕 妳這底褲被看到怎麼辦 哪有 然後拉拉隊腫 手都要拿起來 對啊 那兩點被看到怎麼辦 我就想說是不是 那那麼長 我就想說要不要幫 那點長在這 沒有 小朋友一定會這樣動啊 或幹嘛的 他們會動來動去 對啊 所以我想說要不要幫他 貼胸貼 或是幫他整個安全 他會被笑吧 你貼胸貼 可是我就擔心嘛 前面真的很擔心耶 我覺得很多的幻想症 因為我從他身上 這個是很瞎操心 瞎操心 真的喔 這明明我沒想到是瞎操心 這個娃娃落地的第一天 我幫他換尿 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以前有什麼叫爭操鼠 爭操袋 就覺得什麼笨蛋 以後會被人家開高 我就跟他接上去認識 那也想太多了吧 妳自己經歷過啊 那有什麼關係 所以很糟糕啊 怎麼會糟糕 這人生不是有比賽嗎 這不要 你自己小時候翻得瘋 或是你就是你知道 以前這樣子跌跌撞撞 你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是長自癢 所以你不會現在就 再給他練酒量了吧 你真的偏人瞎操心 酒量一定要喝得比別人好 但是希望二十八歲啦 還是因為酒精還是會影響到 腦的發展 不然我很想讓他從小就喝酒 一定要啊 不然人家騙 這什麼解釋 前輩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你的那個 是這麼的保守 然後這麼害怕的話 你老公的態度呢 他就跟我說 我就說要不要早點 教他怎麼用保險套 放在他的 太早了 太早了 就是美國教育不都這樣嗎 就讓他們覺得這件事情 很不自然耶 也是青春期的時候 就擔心 擔心 我就是很擔心 其實現在已經提早了 小學教育就已經開始 有教育來活 他現在都很小 他是幼稚園 對 幼稚園太早了 然後終於是我先生 那不知道我就說 你知道你們男人最壞了 然後而且你又是天蠍座 然後他就講說 那可是他的人生他會 他自己要走一遭 他就知道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什麼是痛 什麼是享受 他會自己知道 他總要有一天就是 發現這些事情 他有樂趣 為什麼不行 你老公這麼正面 你是 對 我比較好焦慮 我女兒也不行 而且我不在外面換尿布 對 因為我怕人家 比如說走過去 就看到我女兒的私密處 然後有些人就會想說 就是小孩子我就說 我們兩個真的要嫁 對 就完全存在 就跟他家人私密處 那你也很重要 為什麼要看小孩私密處 真的沒有辦法 運動會當天 其實他們是穿這樣 Oh my God 太熱了啦 好熱喔 裡面還穿一件 老師有讓他們穿衛生 所有的小朋友 是不是你反應過後 才變這樣 變那個名字 我可以講 就是有這些媽媽 把事情搞得這麼複雜 對啊 小朋友不能好好留下 可愛啦啦隊的照片 所以他也會流汗 所以他超可愛 你不覺得他超可愛的嗎 天啊 可是 如果妳剛才第一張拿這個 我們會說可愛 可是妳拿過那一張 我們就會覺得這張 不能來愛 太多了 對 太多了 是不是說 那不是老師嗎 老師你們在幹嘛 我們這還需要舉牌嗎 不要舉 我沒有舉牌 下車去 好 來 下一題 我們還一直在演玩命關頭 真的 我覺得很小朋友 還可以撞出去是不是 不是 可是他真的不懂什麼是危險 或什麼 他們 越有趣 對 像我女兒從大概 會坐的時候 七八個月 他就開始對插頭非常有興趣 有 她就喜歡插 然後拿手去吐 他在看我們 他看我們在做這個 可是我一直會跟他講說不行 我記得那時候跟他說 不可以 因為我怕他會被電死 我就說不行不行 然後我第一次打我女兒 也就是他 我就說你再用 我就打 我就讓他知道說 摸這個會痛好了 我就這樣子 結果我打到 我手都臟紅了 然後他的手也是臟紅了 然後他是這樣子看著我 倒沒有 就是他媽媽又崩潰 就是他媽媽又吸引力 而且他最後還會這樣 學我這樣子 我說你再摸 我就打扭 他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 他覺得是你 我就不知道怎麼教 那重點是最後 他可能有時候 他這樣長大一點 他那時候會玩水 媽媽們真的很需要 淑女家務室 我們要治療他們 好可怕 然後他現在會玩水 會這樣 然後這樣 然後我真的把水吐出來之後 這樣 會這樣 會嗆到喔 對 就會怕他嗆到刺激 你知道嗎 我就說 你不可以 玩水 不可以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要彈他嘴巴 他就知道了 不行啦 彈嘴巴 不用 我知道嗎 我好心 好生好氣 跟他講了四個月 真的沒有用 我有一天 我就前兩天的事 我就跟他說 你再這樣 我要彈你嘴巴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直到彈嘴巴了 人家跟我說 做媽媽有原則喔 你講了就要做到喔 對 你講了就要做 要不然他就在測試你 我就彈下去 然後他這樣 然後我按 超可愛的 你這樣我要彈嘴巴 然後他這樣子 他就把臉這樣 臭到我手旁邊耶 所以表示這一招 對你的小孩沒有用 那你就陪他一起吐啊 對 我們 這是對的嗎 沒有教他怎麼吐 你就帶他去廁所 在日式裡面一起吐啊 而且玩久了就不好玩了 對 真的嗎 玩都開心啊 小孩就跟叛逆期的 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樣的 你約禁止他就約坐 沒錯 你不要理他 他就不坐了 對 我們就跟著孩子一起坐 這兩件事我可以下次 試試看 不理他 但第三個真的不行 他現在身高勾得到窗戶 加住八樓 那所以你的窗戶要裝安全鎖 我要裝安全鎖 安全鎖 就是有一些可以裝 但是這種的我不知道怎麼裝 你知道嗎 你要做一個卡榫 讓那個窗戶只能開架 沒錯 不能學工 這樣子要往外的 沒有 他也有一顆 是可以當他 有一個卡榫 一個小凤凤的 然後重點是我就是跟他 我有想要裝那個網子 這個我們真的緊張 然後對 這個很難 然後我那天 他就伸手要去摸那個窗戶的時候 我就說 NO 寶貝 你不能摸窗戶 你這樣叫他去之後 不然他就再來看抱你 然後他就看到我哭了之後 他就這樣子 NO 他就對我說NO 他剛剛我擦眼淚之後 他拍拍我 我說你女兒是心軟路線的 然後他才說NO 我說不要摸 然後所以你女兒的處罰沒有用 他是心軟路線 你要動之以情 可是我現在真的會很害怕 他只要靠近 因為他現在又會爬高 他平常說他原本這樣子 他現在會推椅子 OK 所以就是如果小孩在玩一些 比較有安全上顧慮的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大家應該一致認 這個是真的要擔心的 對 就是真的要擔心的 然後把所有的防護措施都做 對 好 那我們要再來看下一題囉 狂跌倒有 劍動人跡象 真的假的 沒有 什麼一直都是我講話 我覺得這一集 我講一題 我講一題有什麼問題嗎 為什麼男生說聲抱歉 這個我口氣上 不是 是我真的很擔心孩子 因為就是 你知道媽媽就會擔心說 他的發展好不好 他發育好不好 譬如說老大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走路 常常會跌跌撞撞啊 你知道小朋友就想說 這很正常嗎 對啊 沒有 我就很擔心 我就幫他買很多的保健食品 擔心他養不好 或是他長得比較矮之類的 但好 這件事就同理可證 到了老二身上 然後我就發現 老二好像發展更慢 走路也好 爬也好 或是常常走一走就跌倒 那之前就有電影就在演嘛 對不對 什麼一共生的眼淚 不是女主角就是這樣嗎 對 對 對 所以我就很擔心說 他會不會有可能 對 就是漸動人 對 所以我就很擔心 可是他的小孩這麼小 可能他是很大的時候 對啊 他就是 我的小劇場就是 一直都很澎湃嘛 小孩子會有漸動嗎 不知道 但我就是擔心 對 因為大家都被 眼前被給高了 但因為他常常走一走 他就跌倒 所以對於跌倒這件事情 而且他是無預計 就跌倒 然後我就奇怪 所以跌倒的狀態 讓你覺得很擔心 對 我就非常的擔心 他動不動就跌 因為他現在也兩歲三個月 照理說應該就是都還滿正常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一張照片 我就覺得是有問題的 他的 其實他的腳站起來是 他是X型腿 我就傳照片給我的醫生朋友 五顆看 他就說 你不用擔心這不是漸動人 這個其實是X型腿 你才要擔心說 他的角度會不會過大 那過大的話 可能就是要開刀去 開刀 所以真的很嚴重的話要開刀 我小孩有一陣子 我女兒 他每次叫阿公都叫阿東 咕咕就是 嘟嘟 就是他沒有歌這個音 他你要歌歌他一定是嘟嘟 他一定都是變嘟 他長大就沒事了嗎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就很想說慘了 他是不是有 真的是有問題 或大舌頭 結果沒有 他真的喔 我去測聽力 他有一個音頻是聽不到的 真的喔 所以你看喔 我們如果講學生 他只有學生 學生 他就有過 他沒有 他沒有 他聽不到那個音頻 真的假的 對 我們真的去測 然後真的去找 然後後來就找到一個 很好的耳鼻喉科醫師 他就真的就說 你這個音頻他是聽不到 但通常長大一點 他就會灰疲 自然就好了 對 所以他真的後來 我們就是持續觀察了 應該有兩三年 然後就發現他慢慢就回來了 現在非常會說話 真的 而且他發音很標準 非常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 真的會很擔心 真的啦 媽媽有時候真的不是瞎操心 一樣 對 真的是要擔心的 對 對 這樣講完了 媽媽懷疑了 他變得更焦慮了 想到我們還罵他的時候 對啊 對 我們做媽媽還沒 全世界最了解的 對 他對他是 然後妳還沒有注意到 他真的會進 冷靜 對 阿嫂真的是 阿嫂真的是 難怪你小孩這麼喜歡逗你 因為他那反應真的很Cue 好 所以剛剛我們有聊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孩子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媽媽因為擔心嘛 所以我們會希望給他 很多的養分 然後希望可以幫助他成長得更好 那像我跟我先生 都屬於比較不高 我是163 我先生170 我下定決心要幫我女兒 真的嚴格把關身高 就是我帶他去公園玩 然後公園就有一些 比較大哥哥 大姐姐就會說 比身高 高得先溜滑梯 我就看到我女兒 從第一個被推 推到最後一個 我就看到我女兒 好可憐喔 好失落 很可憐 只不過就是一個溜滑梯 我當孔子 我也是很想 而且為什麼要比身高啊 就是有些什麼 沒道理耶 沒道理耶 好 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就回家幫他補 因為我是嫁香港人 香港人包湯最厲害 對 然後我就想到 我媽媽的朋友常常出海 有深海的魚 對 他真的出海 我就有魚可以拿了嘛 那我就想說 好 我就用港式的包湯 加台灣的 豬骨 再加上那種魚骨 就說什麼鈣都把它補下去 對 然後我再加根莖類 紅蘿蔔跟馬鈴薯給他喝 既然這樣子啊 洪醫師在這邊 我們要請教一下洪醫師 就是說在孩子的成長關鍵當中 有沒有哪些因素是媽媽 真的必須要注意的關鍵 對 其實講到成長發育的關鍵 尤其是長高這個部分 最重要真的還是要 睡得飽 對 這個很重要 而且一定要適當的運動 然後要吃得夠好 對啊 那睡得飽的話 你除了要睡的時間夠久 要八到九個小時以上 那要十一點睡到早上八點 這樣可以嗎 當然原則上是可以啦 不過根據建議還是 十點以前還是會比較好一些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說要運動 那運動大概要多 運動的話其實還是建議 每天至少三十分鐘以上 而且要有一些負擔強度的運動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喘 像是籃球 排球 足球等等 這些 尤其是如果在戶外的運動 更好 對 那成長的一個關鍵 就是生長板應該有一些體重的 或者是重力的一些刺激 像游泳也是很好的運動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在 就是它沒有體重去壓它 對 然後也比較少去曬太陽 沒有重量 對 但是游泳是好的 因為它可以讓全身的關節 有比較延展的機會 所以只要搭配一些全身性的 跑跳整個中軸 整個脊柱 都有受到刺激 會感到 所以那我是在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像我老公就說 跟我兒子講說 因為他現在到了青春期 他就說你要練出一些肌肉 才會悶啊 但是問題是這個時候 他去練這種負重的運動 是好事嗎 其實適當的肌力訓練非常好 對啊 那我們一直都有一個迷思 好像舉重選手 像我們的舉重女神 好像身高比較低 對 那其實呢 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過去台灣的訓練團隊 有時候沒有那麼注重的 訓練的那個量 所以有可能他訓練過頭了 訓練過頭會造成一些 生長版的一些比較小的傷害 對啊 但是現在這個情形 已經越來越少 那另外一個迷思其實是 因為選材的關係 有些運動它就是適合 不要身高太高的 所以你才會覺得 它好像怎麼都這麼矮 會只得小小的 對啊 對啊 所以也不用太迷信說 那些運動就一定就是會 造成生長發力的障礙 OK 那你要知道 那個洪醫師今天都一直坐著 對不對 其實洪醫師 在大學時期就是排球校隊 整個就是很厲害 今天可以讓 洪醫師可以願意站起來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你到底有多高 因為他一直願意脫衣服 今天應該是做得特別矮 那你今天是排球校隊 你一定就是運動健將 你可以教我們一些什麼動作 是真的對成長是比較有幫助的嗎 對啊 其實在家裡也是有一些動作 都可以做 尤其是現在疫情時代 高強度的間歇運動變得非常的夯 像一些在家裡 我們可以做波比跳 然後或者是做一些開合跳 高跨步的一些原地跑步 這些都會對生長很好 運動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覺得吃進身體裡的養分 也非常重要對不對 沒錯 對 要讓身高長得高 養分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在台灣我們經過調查 所有的兒童他在鈣質的攝取 其實是不夠 不夠 對啊 甚至在成人也都一樣 都遠遠不到一半 好成人 那我們一定知道營養一定要均衡 你光補充蛋白質 補充鈣不夠 一定要還要補充適當的蔬果 骨類 那其他的 現在根據一些研究 其實牛奶裡面 萃取出來的牛奶鈣 對於這樣的鈣質吸收 也是非常有幫助 牛奶鈣的部分 所以多喝牛奶是真的有幫助 多喝牛仔是有幫助的 不過也要適量 對 因為我兒子從小 大概過了一歲以後 他們醫生就有建議 可以直接喝鮮奶 對 所以我兒子是把鮮奶當水喝 所以我們家是一大桶 所以就照顧他現在的身材 真的好高喔 他又早睡 對 但嚴格媽媽應該有自己的方式 我想補充剛才甄莉姐說的 像我女兒是遇到了 戒奶的階段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要轉換嘛 我也是選鮮奶 但好了 我女兒不能喝鮮奶 她喝了是會拉肚子 因為好像是鮮奶 對 然後對她的身體就是 不起任何的作用 那這個時候 麥的群組開始滑了 對 就開始問 然後就問到一個營養師的媽媽 她就跟我講說 推薦了這個商品 這個是牛奶口味 香草 香草牛奶 然後這個是焦糖口味的 焦糖 非常好吃 對 焦糖耶 分給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試看看 對 這熱量會不會很高啊 然後我剛才像甄莉姐 剛才有說的 其實像這樣子一條啊 它是用2.5公升 就相當於是一瓶家庭號的牛奶 萃取出來的 所以它其實一條營養成分 就非常的高 所以這個直接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吃 那像我是給我女兒當獎賞 她下課回來對不對 我打開 我有時候直接給她吃一條 有的時候我是加在 那個鮪魚麥片裡面 甚至於像是原味的優格 然後布丁 甚至於如果你要 多一點的時候 就加冰淇淋也可以 你可以吃起來 而且我必須得說 它的配方是 水解配方 水解配方大家都知道 就像奶粉一樣嘛 就是非常的好吸收 它還有 因為維生素D 就是幫助鈣的吸收 是不是很好吃對不對 其實真的 辣到臉頭對不對 根本就是奶粉 對 完全沒有 它最厲害 必須得讚美的就是 它有 而且它是生態級的膠原蛋白 像如果我們以膠原蛋白來說 它五克就有十五隻雞翅的膠原蛋白 而且我們這大叔聽的 會不會太多 會變胖 它不會 它是幫助小孩子 牛奶蓋的成分的吸收 而不會養成小孩 變肉肉的身體 所以我非常推薦這個 而且 媽媽喝有多嗎 媽媽有 當然可以長高 我們不要長高 我們是要不要 膠原蛋白 我們蛋白對不對 不要骨質疏瘦 不會 對 我覺得這個有一個 很熟悉的味道 小時候我會去偷吃奶粉 對 它就是奶粉倒在嘴巴 然後奶粉在嘴巴融化 然後有焦糖的味道 對 而且像那哺乳期的媽媽 非常需要像這種東西 因為牛奶蓋 就是裡面就是給你最多 所以我覺得 然後還有就是孕期的媽媽 我覺得也可以攝取 所以我非常的推薦 因為我真的太有感了 雖然我女兒這段時間 又遇到了患牙的時候 其實更需要補充 就是這種蓋的東西 那我想問一下洪醫師 因為剛剛妳有特別 講到就是生太極的膠原蛋白 那這什麼意思啊 其實膠原蛋白 一般來說 我們身體吃進去 消化到會把它慢慢的裂解 所以就不一定是我們要的 那個膠原蛋白 那它製造成生太極的話 等於說它是已經成小分子了 那吸收當然就一定會更快 所以好吸收耶 所以媽媽在成長期 一直非常擔心孩子的發育 各方面 然後還有身高的問題 其實都要先補好對不對 對 尤其是身高的問題 錯過了黃金期之後 就想要補可能就很難了 真的 好 所以這個其實 日本人是非常重視 身高的問題 對嗎 對 沒錯 其實在日本 在二次大戰以後 那他們甚至發起了一個 牛奶計劃 他很有名 他希望一杯牛奶來 來重大一個民族 所以其實大家都偏見 覺得日本人好像特別矮 其實大家不知道過去十年 臺灣的青少年的平均身高 是低於日本的 對 那另外像是南韓 它是東亞數一數二高的一個民族 一個種族 對 那他們在牛奶的政策上 也做得比臺灣來得更紮實 所以他們都非常積極耶 是是是 甚至像是澳洲 他們都已經比我們高了 快半個頭了 但是他們的牛奶裡面 還都會特別加了維他命D 而且你看那些都是長期計劃 在這個動作 小時候是不是第二節下課的時候 會有一袋牛奶會降胎 對 會送來 對 然後我們會喝對不對 對 現在都沒有是不是 現在都沒有啊 沒有啦 現在就不用喝牛奶 直接就射擊一方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這種科技生技 真的很厲害 對 我覺得就是小孩 把底子先打好 對 然後在成長過程當中 妳就吃對營養 像剛剛洪醫師講的 一個牛奶就是壯大一個民族 這個計劃 其實是我們媽媽 真的很在意的事情 沒錯 而且像我是那種 不敢喝牛奶的人 我從小跟妳講 也是我媽擔心 然後造就我的陰影 一直逼我喝牛奶 然後我每次都 一杯牛奶坐在那裡 我可以坐一兩個小時 然後我媽只要一離開 我就給它倒掉這樣 真的假的 現在有這個啦 我就可以好好補充我的鈣了 沒錯 還有膠原蛋白 所以媽媽就跟小孩一起吃 滿好的 對 不過你看我們今天聊的 大家真的是聊到那個話題 人人不覺得 為什麼真的孩子 從一出生開始 我們就開始擔心 各種擔心 但是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覺得大家交流一下 觀眾朋友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有些事情 真的是媽媽有點過度緊張 應該適度的放手 我也覺得有時候 放手其實讓她可以 更有機會學習 所以有一些地方我們就是 讓她Let it go 有一些我們真的是堪勤一點 等你們再過幾年 開始就變 功課的問題了 對 對 放心的都不一樣 這很好 不過我今天的結論就是 我覺得我們今天通告費 不能給千佩 是千佩要不然的字 千佩要問超多問題 沒錯 妳真的問錯 而且我們會做兩期特別節目 真的 一起結兩期 好 這樣非常謝謝 今天所有媽媽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